大家好 这里是大叔说花 今天呢 我跟大家通报一个信息吧 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福利啊 叫24花的那个陈小姐跟我说 他们就这个东西啊 叫TOG6 植物消毒剂 他们自己现在卖188 他想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啊 卖98块钱 这个呢 是一个植物专用的消毒剂 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消息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毕竟跟党的对折一样 我有这个好消息 我得跟那些我这些看我视频的朋友们说一下 他这个TOG6呢 主要是三个作用啊 第一个呢 是绿 它主要成分是绿 绿大家知道是消毒的啊 第二个呢 是可能加一些酸 酸性的东西 就是柠檬酸什么的 第三个是稳定剂 绿呢 它可以持续杀菌 但是呢 绿是一种比较活跃的元素 可能它不能长期的持续的稳定的做那个杀菌 然后呢 稳定剂呢 是使这个绿更加稳定的做这个杀菌的作用 可能至少能有个三天时间吧 能保持这个绿的作用 另外一个凝聪酸呢 是可以大概调节一下这个水的酸碱度 这样的话呢 对养花呢 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但是呢 还是比较啊 这个TOG6呢 主要是作为杀菌用 或者醒花用 你如果有醒花或者这个杀菌需求的这个朋友啊 可以买的用 但是养花的话 这个稍微差一点啊 因为它仅仅是杀菌 它没有什么营养状态 它是醒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大家知道醒花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去验的 剪一下根直接泡深水 所以说呢 它细菌滋生会比较多 所以加一点这个杀菌剂是有必要的啊 但是巴斯呢 其实它不是专门面向植物的 它是一种广效型的杀菌剂 而且它的杀菌作用可能时间比较短 就这个杀菌剂相对来讲是食物专用的 而是巨猪啊 是在那个什么肯尼亚啊 南美啊那些农场 都是会用这个做那个杀菌剂的 食物杀菌的 而且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少 我看它这说明是一百升水十克 就是十升水一克 它这有个小勺啊 大概一小勺一克 你用十升水醒花一般都差不多够了 再一小勺就够了 所以说它这一瓶是一公斤啊 我估计能用差不多一年买 如果有醒花习惯的朋友来 可以试试使用这个植物的这个消购剂 完了他们买的方式呢有几个啊 第一个是二十四花的小程序 你可以搜一下二十四花小程序就行了 第二个呢就是他们淘宝店 他们那个淘宝店叫做二十四花生命 这是他们淘宝名叫二十四花生命 去他们淘宝那买也行 是那个那个小程序上买也行 反正这两个地方应该都行 今天拍这个视频呢 主要是跟大家通报一个这个消息啊 因为毕竟我跟二十四花这个陈小姐呢 也是关系不够的朋友 而且做品种造成什么 现在都是那个二十四花给咱们提供那个 那个那个花彩啊 咱们也应该为二十四花做点工作吧 就是做个简单的通报或者介绍吧 好那这个视频呢就简单的说这么多啊 如果大家有决断有需求的啊 有醒花需求的这些朋友 可以考虑买点这个 因为一百块钱吧 就是说一年的时间 应该我觉得也还行啊 好那就跟那个这么多 谢谢大家